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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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没有将元宵节列为节日 因此无权增加价别 只能以政府机关调整上班日期处理要点规定 在总放假贴数不变的情况下 调整上班日为放假日并择期补上班 台南市长赖清德今天在市政会议中表示 教育部在27号调整通过这个高中的历史课纲 背离台湾主体性 台南市首属的学校不会使用 台南市四所市立完全中学 将一律沿用100年通过的课纲与教材 而再来看到文林院前年招到北市府强拆 成为全球首起的政府强拆明物的都市更新案 而王家人不服陆续在北市府打官司至今都败诉 而且王家人在原本的地方盖起了组合屋 找到鉴商乐阳建设 控告王家人无权占有必须要返还徒弟 林一邦于前老板的中文志与前保来证券 执行副总王永顺等人涉嫌巧作特意石油 存托凭证大赚超过一亿 高院今天撤销积押裁定 发回台北地院重新裁定 而再来看到日月光偷排废水 涉嫌污染后进西案 高雄地位今天下午召开了审查 审查庭审理公司带领人 还有高雄的厂务处长苏炳硕等人 六名被告都到庭 以上是这节新闻安居 我是瑞轩 我们再会